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們來談談說 國家決策的一些相關的問題 到底政治權利是什麼 那政治權利怎麼分配 那我想這是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 國家的決策怎麼做 誰來影響國家決策 你我嗎 好 來看看 是嗎 好 那今天要跟同學們來談論幾個 權利基因論 Pow-elite thesis 多元論 Pluralism 還有非決策 Non-decision making 那還有統治階級 所謂的這些新馬克思論的 Ruling class thesis 還有社會爭鬥論 Social Struggle thesis 好 那我們來會舉很多的例子 來跟同學們來看看說他到底是什麼呢 好 那Pow-elite thesis 談到Pow-elite 好 先來看看Elite好了 Elite 同學們知道是精英 對不對 問同學 你們是精英嗎 是吧 這是台灣的最高的學夫 如果你們不是精英 誰還會是精英呢 好 那別妄自菲薄 好 那但是再加個權利 Pow-elite 權利精英 好 問問同學 在家庭會嗎 在家裡你有決定權嗎 同學開始搖頭了 沒有 好 沒關係 說不定上完這個課之後 你可以來好好跟父母溝通 其實父母可能會給你很大的權力 來決定家庭的事務 你可以提供很好的建議 來給家裡做意見的這個參考 來參與家庭的決策 好 那我們來看看說 誰是社會裡面的權力精英 誰握有權力來幫大家來制定政策 好 那這首先我們跟同學們來談 那權力精英論 那這是Ciramis在1956提出的那本書 The Power Elite這本書 好 那他來提到說 其實Power Elite是由三群人來組成 這三群人是corporate rich 好 這些大企業 企業界的有錢人 好 然後executive 這是行政官員 譬如我們的行政部門 行政院各部會的 還有所謂的軍方 這military 像國防部 好 那這是什麼呢 因為同學們知道1956這是什麼 二次戰後 而且是在美國 你知道美國是戰勝國 好 美國從二次大戰期間到二次戰後 就是來發展他的什麼 他的所謂的軍需工業 好 所以那Ciramis來提出說 事實上在社會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組成所謂的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軍事工業的複合體 或者簡稱叫軍產複合體 軍事跟產業結合 也就是這個產業 非常多的產業或者是這個製造業 好 那他是怎麼樣呢? 跟軍事工業結合在一起 所以是生產什麼 軍需品 好 甚至這些武器 飛機 好 還有各式各樣的 這些軍事的工業的產品 好 那所以在當時呢 你看到軍產複合體 那由這三群人 那你看到他們結合起來 而掌控國家的決策的過程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可以知道剩下的人是什麼 都是polished masses 社會大眾 無言的一群 Silent masses 那所以這polished masses 最主要來談論到 二次大戰之後 從二次大戰期間到二次大戰後 到底誰來掌控國家的重要的決策 國家最核心的決策的人員是誰 成為這一群權力精英 由這三群人來組成 就是產業跟軍事工業 那跟軍事部門的結合在一起 還有跟行政官員 好 那這是來談到權力精英論 那但是同學會說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其他人都沒有決策權嗎? 到底國家的決策是什麼? 所以接著我們談到說 Robert Dawes 在1961年 好 那在他的這本書 Who Governments 這本書裡面來談到說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merican City 然後這個American City是哪裡呢? 在New Haven 所以Robert Dawes是針對 New Haven這個地方 好 在1961之前呢 你可以看到一百多年來 那到底誰來掌握這個 所謂的Public Office公職的位置 公職的重要的位置 那結果他研究發現呢 事實上是什麼? 是利益團體 各種的利益團體來掌握 在New Haven的決策的過程 而這個利益團體 他可能可以利用 直接的佔有決策的重要的位置 或者用間接的Lobbing 同學們知道Lobbing是什麼? 遊說 但是用口語說就是官說啦 這個可能同學還更熟悉 所以這些利益團體 我可能可以佔有這些 那重要的決策的位置像什麼? 譬如議會 或者是說他的行政部門 譬如他當地的經濟的部門等等的 那各個部門或教育部門 而來掌控重要的決策位置 但是有時候他也不用掌控重要的決策位置 而可以用什麼? 我就是用遊說的方式 譬如說議會在制定政策的時候 那我怎麼樣去遊說這些議員 來制定有利於我利益團體的政策 當然這個遊說你看到是什麼? 我們希望他是公開陽光的遊說 那可是很多的遊說是什麼? 檯面下的、黑箱作業的 甚至還有所謂的賄賂 那這是我們看不到的 那所以Robert Dodd他認為說 是利益團體而不是權力精英 不是那麼一小群人 而是各種的利益團體 而這些各種的利益團體呢 怎麼影響國家的決策 這些權力是什麼? 所謂的pluralism 就是權力是多元分配的 而且多元分配到各種利益團體的熟利 但是要看在決策過程裡面 是什麼樣子的議題 今天如果是個教育的議題 可能你可以看到很多教育的團體 好 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在台灣 譬如我們1990年代的 私之培育法 私培法 當時要在立法院制定的時候 那你可以看到各種的利益團體的角力 那到底要讓他通過呢? 還是來反對他? 同學們知道當時反對最利的 誰說反對力量最大? 你說私之培育 私之培育這裡面就是牽涉到 以前只有私大體系 才可能來培育中小學的私之 但是現在譬如台大學生 你可以修什麼 教育學程 教育學分 對不對 然後再去實習 然後考上中小學老師 而成為中小學老師的私之 所以現在中小學老師的私之 有非常多是來自於什麼各大學 而不是只有私大體系才可以 所以當時在立法院 要制定私之培育法的時候 你就知道私大系統反對非常厲害 他說當然只有我有能力來培育私之 別的學校都不可能 別的體系都不可能 但是你可以看到後來各大學怎麼樣 都開出了教育學程 然後你可以來讓學生來開棒 來修教育學分 然後他還是可以成為中小學私之 所以這對中小學私之有非常大的改變 而當時這私之培育法 在立法院有通過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各種團體的角力 那當時贊成的像人本教育基金會 或者一些各種的利益團體來 所以像這樣子的議題 如果今天是個教育的議題 你就可以看到跟教育相關的 各種的利益團體來影響國家的決策 那如果今天是個經濟的議題 那你想會是誰來影響國家的決策呢 譬如說稅率好了 那稅率當然是誰最關心呢 大企業 對不對 他們更希望說我來影響國家的決策 而且希望是什麼 降稅 稅率越低越好 那但是各種的團體可能會來想說 到底這個稅率公不公平 對不對 我們的稅率是累進稅率嗎 那我們的最高稅率要多少呢 那整個稅制在台灣是公平嗎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議題嘛 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事實上 在這邊有各種利益團體 依據不同的議題 不同的issues 而有不同的影響力 所以Robert Dodd 他在New Heaven看到這樣子 一百多年代的一個歷史裡面 來看到說誰來影響當地的政策 那政府的政策是什麼呢 他發現是各種利益團體 來影響政府的政策 那但是後來Domhoff的研究 他發現他也是重新回到New Heaven做研究 他發現如果把New Heaven的權力的關係 你把它放大到這個Nationwide 整個國家 美國這整個國家 的一個權力的結構的話 你可以看到是什麼 他說發現是一個Goblin class 是一個治理階級 有另外一個統治階級 The rules of America 那這個階級是什麼 就不是只是所謂的利益團體 而且他發現這個階級 是一個有權力的大小差異很大 有特別有權力的這個Goblin class 這個治理階級 而且最主要就是什麼 跟資本家相關的 好 那在事實上 他即使在New Heaven有影響力 事實上他在全國的其他地方 也同樣具有影響力 好 那這是權力多元論 權力多元的分配 好 那當然我們要來看看 這是談論所謂的決策的過程 那另外的學者呢 Begarag and Barats他來提到說 好 事實上除了決策的過程 還有所謂的非決策 哇 非決策 那你看看這個是什麼呢 好 那非決策指的是 每個組織呢 他可以利用什麼 偏差的動員 就是他可以透過議程的制定的過程裡面 而把一些所謂的潛在的議題 把他怎麼樣 閹割起來了 把他拿起來不放在議程裡面了 而造成這些議題是什麼 成為非決策 不是放到議程裡面來公開讓大家討論 而是由這個組織的主管 那譬如像政府 那而是來做一些政策的宣示 或者是說像你如果參加社團好了 有時候你是社團的幹部 有時候開會 你一坐下來看到 為什麼今天議程這樣 裡面有幾個我認為很重要的議題 怎麼沒放到這裡來 然後可能剛開始開會了 好 也許你們的社長就說 好 我們今天開始開會 但是有幾件事 我們先跟大家宣佈一下 好 講了 你就說為什麼是他宣佈 而不是讓我們幹部來共同討論 好 像這樣子 那這樣子就是一個組織 他利用這種所謂的 Mobilization of Bias 他可以利用議程的制定 把一些潛在的議題 把他從議程裡面把他先抽掉了 而只是用成為主管的宣示 好 譬如我們台灣像和氏 好 和氏譬如2000年 當時的行政院長張勳雄來宣布什麼 庭建 你說在哪裡 有公開討論嗎 沒有 他常常只是在什麼 行政院的院會裡面來討論 好 然後決議是這樣子 然後院長就來宣示 或者是說何氏 又續建 你來看到這樣子的議題 他常常不會到立法院裡面 成為公開的議題 讓這些那包括立委 或者是說各種的旁聽的 各種的團體 然後大家來參與 或者甚至立法院來開公聽會 都沒有 好 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組織 他會透過議程的設定 而使得很多潛在的議題不見了 好 然後他是透過這個組織的 你可以所謂的偏差的動員 好 那哪些議題我要放在議程裡面 哪些議題我不放 好 那但是你怎麼樣來觀察說 這個東西 這個決策叫做所謂非決策呢 Backbrug and Bras 他就提到說 事實上這是可以觀察的 你觀察什麼 只要有grivance 有抱怨的出現 那就是存在所謂的利益的衝突 那就是這個議題成為非決策 也許像我們剛剛講的 也許在開會或者開會完了 幾個幹部大都在抱怨 為什麼這個議題沒有公開討論呢 為什麼社長你就這麼決定呢 好 那這就是抱怨的出現 好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非決策的存在了 好 那但是我們剛剛講的 不論多元論或者這種非決策 其實他都是行為取向 也就是說你可以觀察到 這些人在行為所表現出來的抱怨 也是一種行為 好 你來顯示說你的贊成支持 或不贊成或者有什麼抱怨的存在 好 那這是決策跟非決策 好 那接著我們要跟同學們 來討論一個所謂的 新馬克思論的階級的統治階級論 那談到馬克思呢 那同學們知道 馬克思最有名的是什麼 資本論 哇 資本論這麼答一本 好 還有呢 哇 同學還知道 我們這邊寫了經濟決定論 對不對 或者另外一個字眼叫唯物論 那這個物就是所謂的經濟 也是等一下我們來談到的 他所謂的社會經濟底層結構 好 那社會經濟底層結構是什麼呢? 對馬克思而言 還有另外一個理論 除了經濟決定論還有什麼 階級鬥爭論 對不對 有兩大階級 哪兩個階級呢? 勞工 同學講的資產階級資本家對不對 好 這兩大階級 資本家跟勞工有什麼很大的不一樣? 一個是擁有生產工具的人 哇 同學都還記得 叫做有產階級對不對 資本家 另外一個是沒有擁有生產工具的人 是勞工 好 我們先來看看什麼是生產工具 所謂的means of production 好 那擁有生產工具 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裡面 從商業資本主義到工業資本主義 好 那這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裡面 需要什麼而成為 來成就這樣子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呢? 需要什麼東西呢? 生產工具就是生產所需要的東西嘛 好 那所以是 金錢 資金 對不對 然後原料 然後各種的 廠房 機器生產設備 對不對 還有呢 還有技術很重要 對不對 資金 技術 廠房 生產設備 還有什麼東西? 土地 對不對 他們常常要蓋個廠房 總要土地 然後呢 對馬克思而言 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 他認為這個生產工具是由資本家來掌控的 而勞工是來出賣的他的什麼? 勞動力 勞動力 所以是資本家來掌控勞工的勞動力 而勞工只能把勞動力來賣給資本家 然後譬如你到工廠工作 然後呢 這些企業家是付給你工資 對不對 好 這樣子的形式 所以對馬克思而言 他說這兩個階級 有產階級跟無產階級 是因為一個擁有生產工具 而一個沒有擁有生產工具 好 那而這兩大階級 主要在這個生產過程裡面 而形成在所謂的生產的關係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而這生產的過程裡面 當然是生產很多的貨品被生產出來 尤其工業革命之後 你就知道這些東西是怎樣 在工廠裡面被生產出來 好 那然後就形成所謂的forces of production 生產的力量 好 這個產量不斷地增加 以現代的術語怎麼樣來衡量forces of production呢 就是用 同學在報章雜誌常看到的 或新聞報道裡面的 或經濟學家 口裡常常提到的 就是所謂的經濟成長率 對不對 或者是我們的growth rate 經濟成長率有多少 或者是GNP 我們的國民所得 或者GDP 國內生產所得 好 那到底是什麼 GNP GDP 或者是growth rate economic growth rate 你都可以看到 這是forces of production 怎麼樣來衡量 那馬克思認為說 這樣子生產的力量跟生產的關係 而共同組合了叫做所謂的model production 在工業時代你可以看到這個是industrial mode 工業的生產的方式 而在農業時代呢 是aggravity mode 農業生產的模式 農業就有地主、農民對不對 還有電農 被生產出來的東西是農產品對不對 可能是多少的倒 多少的賣等等的 所以這是所謂的model production 而在工業革命之後呢 是所謂的工業的生產的過程 好 那馬克思認為說 這整個都叫做所謂的社會經濟的底層結構 Social economic base 或者另外一個字眼叫infrastructure 我們現在知道infrastructure是什麼 基礎建設 對不對 道路交通等等 我們都說infrastructure 有一個字眼叫做所謂的NII是什麼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國家資訊建設 基礎建設 那就像給你們在用的網路等等的政協 你的手機 你需要的通訊 都是所謂的NII 好 這種基礎建設 而馬克思在他的理論裡面提到說 是這樣子的社會經濟的底層結構 他包括有兩大階級成為生產的關係 然後在這生產過程裡面 有生產力量被產生出來 東西被生產出來 而這個社會經濟的底層結構 而來決定社會其他部門 而成為所謂的上層結構 所以除了社會經濟底層結構 同學們看看 上層結構 整個社會還有什麼呢? 像我們提到的state 對不對 這政治的部門 還有像我們這個地方教育 然後還有文化、藝術、意識形態、法律等等的 這些都是成為所謂的上層結構 所以在經濟決定論 他是說誰掌握社會經濟底層結構 誰就來掌握這個上層結構 這是經濟決定論 他的經濟就是這個物 或者是所謂的唯物論 或者所謂的經濟決定論 就是這個經濟 社會經濟的底層結構 這樣同學恍然大悟了嗎? 知道唯物論是什麼? 經濟決定論是什麼了? 好 那我們來問同學 如果根據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 是由社會經濟的底層結構 來決定上層結構 那請問誰掌控國家呢? 當然是誰掌控社會經濟底層結構 是誰來掌控國家 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問同學 誰來掌控社會經濟底層結構呢? 那裡只有兩大階級 對不對? 那是誰呢? 企業 資本家 對不對? 好 那因為在這裡面兩大階級 你可以看到誰是優勢 經濟的優勢團體 資本家 勞工常常是什麼? 在馬克思的理論裡面 勞工常常是被剝削的 對不對? 被剝削不論是他的工資、工時、工作條件等等的 那在這生產過程裡面是被剝削的 所以那誰來掌控國家? 資本家來掌控國家 哇 這個意思是什麼? 同學能不能舉個例子說 這是為什麼是資本家來掌控國家 或者資本家怎麼樣來掌控國家 像誰? 像是政治獻金 同學提到像政治獻金 對不對? 有些人他永遠是在檯面下的 然後呢 但是他就可以 他想做的都會成為 國家都會依著他的意思來做 那像很多這些財團 那他會利用政治獻金 譬如在選立委的時候 選議員的時候 就說我捐多少 我有多少的政治獻金 我支持你多少 可能多少百萬 或者千萬更多都可能 然後他會告訴他 等你選上囉 你可要自定有利於我的政策 要替我講話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立委 好 那有些立委你可以看到 在他講話的時候 可能雨帶玄機了 或者在這樣子的決策過程裡面 他可能是幫某些人在講話 讓這個政策可以被自定出來 好 那這是利用間接的方式 我不出面 我檯面下 我可能用政治獻金的方式 當然我們現在希望政治獻金是什麼 公開的 所以有所謂的陽光法案對不對 你要支持誰 你給誰政治獻金公開 好 那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知道他可能是檯面下的 好 那這是間接的方式 那你可以看到可能有直接的方式 是資本家會用直接的方式來佔有重要的決策位置嗎 像什麼 川普 川普 現在美國的總統候選人 對不對 好 真的是大資本家有錢人 好 那所以他如果選上了美國總統 好 那這個就是佔有國家的重要的決策的位置了 好 那還有像在台灣你可以看到一些資本家怎麼樣 他可能成為立法委員 好 那所以他們是佔有這些重要的決策的位置 用直接的方式來影響國家的決策 好 那所以像這樣子 資本家會用各種的直接間接的方式 其實是無所不在來影響國家的決策 所以就馬克思而言是誰來掌控國家 是社會經濟底層結構的經濟的優勢團體 就是資本家來掌控國家的決策 好 那這是馬克思的理論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後來在1960年代的新馬克思理論來看看說 那到底是誰來掌控國家呢 那他們也是根據馬克思這樣子 經濟決定論的看法 但是這樣子馬克思的看法是後期馬克思的看法 其實馬克思在他年輕時代 那Young Marx還有正好是相反的看法 是維新論的看法 好 那但是後來的新馬克思論者呢 很多是回到他Later Marx的看法 這些後來馬克思的看法 經濟決定論的看法 那Rough Miniman來提到統治階級論 當然這個統治階級就是指資本家了 不過談到Rough Miniman 來 我們先跟同學們來講個小故事 那同學們知道他有兩個兒子 那是一個叫David Miniman 一個叫Edward Miniman 他的老二是英國的工黨的前黨魁 好 那你知道這兩個兒子怎麼說 他說在我們家從客廳到飯桌 都可以跟爸媽討論 他爸爸是他Rough Miniman 新馬克思論者 那媽媽也是大學教授 所以在他們家從客廳到飯桌 無盡的討論 好 那我們來看看說資本家 這些資本階級或資產階級 那他來掌控社會經濟的底層結構 我們剛剛說的 而成為所謂的統治階級 好 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國家所制定的政策 都是有利於資本家的政策 都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 那而且這個國家只不過是什麼 資本家的工具而已 成為資本家的代言人 好 那來制定有利於資本家的工具 的各種的政策 而國家的決策是掌握在誰的手裡呢? 掌握在資本家的手裡 尤其在現在資本主義社會 像美國你就可以看到 那很多時候資本家來掌控國家的政策 像舉個例子好了 你知道在美國的國會山莊 就像我們的立法院 那國會山莊事實上有非常多的遊說團體 來遊說國會山莊的政策的制定 好 今天如果是個醫藥的政策好了 譬如某一個新藥要上市好了 或者某一個醫藥的政策要改變好了 你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各種的團體 來影響這些國會議員來制定政策 像什麼? 這些醫藥團體包括醫師團體 包括藥師 對 同學說的藥廠 哇 這更重要 美國那麼多世界級的大藥廠 而且都非常獲利的 好 藥廠還有相關的 還有誰呢? 跟醫藥相關的 你知道在美國要保險 是去跟誰保險? 不是像我們這樣全民健保 其實歐巴馬現在施行那種全民健保 也是人民要去跟誰保險? 保險公司 對 所以你知道美國這些保險公司更是什麼? 都是世界級的 台灣也有很多這些 Blue Cross Blue Shield等等 還有很多美商的保險公司到台灣來 還要跟保險公司 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這醫藥的群體 還有藥廠 還有醫院 這醫院很多大型的醫院 好 還有保險公司來共同怎麼樣 遊說國會山莊 好 這些國會議員 怎麼樣來讓某一個譬如新藥上司 或者某一個政策來通過 只要這麼一個決議 他們的獲利是什麼? 天文數值 那個利潤是非常大的 而且你知道這些醫藥的群體 每年是花多少錢在國會山莊做遊說的工作呢? 幾百萬美元 這是至少 數百萬美元 在美國的國會山莊來做遊說的工作 那你就知道像這樣子 這些資本家 像這樣子保險公司 這些大型醫院 這些藥廠 然後怎麼樣來遊說國家的重要的決策 好 那所以這是我們看到 尤其在資本主義社會 你可以看到這些財團 這些資本家 他們的力量非常大 而且來影響國家的決策 好 那這是我們談到 新馬克思論的國家的統治階級 來影響國家的決策 當然 很多同學 你看皺眉頭在那一邊 就嫩在那裡 資本家真的為我們決定那麼多政策嗎? 難道這整個社會 就是被資本家所掌控的社會嗎? 這樣子的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公平嗎? 對不對 好 到底我們這個社會要走向一個什麼樣子的社會 那是一個這麼不公不義的 完全有資本家所掌控的社會嗎? 接著我們再看最後一個來談社會衝突論 因為前面我們談到的 不管利益團體 不管這些權力精英 或者是說資本家作為統治階級 可能同學還會說 那真的國家決策是這樣子嗎? 那到底實際的國家決策是什麼? 那資本家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或者同學會問 那我呢?對不對? 好 然後學生群體有他的影響力嗎? 等等的 好 然後這是Fred Bloch 在1977非常有名的一篇論文叫做 《統治階級並不統治》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他是對所有的馬克思的國家的理論 這些新馬克思的國家理論 來做一個概觀論定的工作 那他提出說 事實上最主要我們要來看看國家的結構 我們在第一堂課來談到State 那State主要包括行政、立法、司法這三個部門 世界各國都有這樣子這三個部門 而資本階級或者這些資本家 那並不一定來統治國家 因為他們更有興趣做的事 是什麼? 最重要就是要錢滾錢 我去投資了 我能夠獲利對不對? 讓我的資產更加的增加 然後不斷的資金的積累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看說 在實際的社會裡面 到底是誰來統治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是由誰掌控的呢? Fred Brock來提出說 是State Managers 國家管理者 因為他說其實資本家 那他的利益跟國家管理者的利益 是不盡相同的 資本家我們說他在乎的是 他不斷的投資、不斷的獲利 但是這個國家、這個執政者 最重要的他在乎的是什麼? 我能持續的執政對不對? 好 這個執政能夠怎麼樣? 可長可久 好 但是你要執政需要什麼? 選票 對 同學說需要選票對不對? 那資本家 資本家只不過是人口裡面有多少? 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 所以國家只靠著資本家 絕對兇不上的 對不對? 好 這人太少了 但是他們又有很大的影響力 但是國家非常重要的 你必須來靠什麼? 除了資本家之外 還有非常重要的各種的社會群體 記得開學的時候我們談過 各種社會群體 今天可能是廣大的勞工群體對不對? 還有婦女群體 這是一半的人口對不對? 好 然後還有原住民 還有教育群體 還有環保團體 各式各樣的人 還有學生 好 等等的 那這種各種的社會群體 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國家的執政 或者國家到底制定什麼樣子的政策 他必須在一個結構性的關係裡面來運作 包括在資本家、在社會群體、在國家本身 而國家最在乎的是什麼? 我們剛剛提到的執政者最在乎的是 我的執政可長可久對不對? 做完一任還可以再連任 有些人做完兩任還不想下台 還想來修憲 還來繼續執政 好 那所以這是我們看到說 國家的執政其實或國家的決策 事實上他必須來做兩樣事情 一個是說維持合理的經濟積累 經濟水準 譬如持續的經濟成長 而不是持續的經濟的衰退 譬如說如果不持續的經濟的成長 你可以看到很多失業的人 很多或者是說這些失業的群體 或者是說很多人民 對政府的經濟政策並不滿 好 那常常在思維抗議遊行 好 那這就來影響到國家的執政 而且國家除了要為資本家來著想 那希望這個經濟可以來持續的經濟的投資 然後還有持續的經濟成長之外呢 事實上政治合法性或政治正當性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這是什麼 也就是你怎麼樣得到人民的支持 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為事實上我們知道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其實它是一個很不理性的社會 因為這裡面有所謂的什麼 勞資對立 貧富懸殊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社會 其實裡面隱含很多的不公平 或者不合理的現象 那像勞資對立或者勞資對立變成 我到底國家我必須要為資方嗎 還是我要制定有利於勞方的政策 那或者是說貧富懸殊 那我對富人要有什麼樣的政策 那我對這些像貧窮 尤其是這些非常窮的人口 那國家必須常常必須來提供 所謂的社會福利對不對 那這個社會福利就成為一個政治正當性 或者像失業津貼 那或者甚至於像教育 健保等等的 這些就是說 這整個社會的一個不合理 國家怎麼樣讓資本主義社會 一個比較合理化 然後讓各個族群看起來好像 一個比較有公平的機會 或者比較能夠一個 大家能夠比較和諧相處 一個社會和諧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是國家所面對的 我可能要為資本家 為了這樣子一個經濟 然後還有為了政治合法性 不論是勞工各種的社會群體 那國家必須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裡面來運作 所以這是我們覺得說 一個比較合乎社會事實的 然後統治階級論是說 新馬克思的統治階級論是說 我們看到資本家那麼強大的力量沒錯 但是國家管理者才是真正的來統治國家 雖然他要考慮到資方的利益 但是也要考慮到其他社會群體的利益 好 那這是我們來談論說 那各種的社會階層 怎麼樣來影響國家的決策 而且國家呢 而不是單一的只成為資本家的工具 好 那國家還必須來考量各種社會群體 而來制定有利於各種社會群體的政策 那當然國家這麼做 最後還是為了誰 為了他自己 對不對 國家本身的利益 國家的利益就是能夠怎麼樣 持續擁有政治權利 對不對 持續執政 好 所以這是我們對這幾個的一個相關的比較 我們看到說統治階級論 那是來看到資本家的大的力量 那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多元論 來提出各種利益團體的影響力 那當然非決策理論也告訴我們很多檯面下的 好 那這個非即使在行為的層次 但是他其實不表現出來 但是有抱怨的產生 你可以看到還是有非決策 並不是所有政府的決策都是公開的 好 那權力經濟論 這是我們看到23後 美國的高度經濟成長期的 軍需工業的發展 那社會爭鬥論告訴我們說 這是國家管理者來掌控這個整個國家 但是他還是必須要來考慮到資本家利益 還有其他各種社會群體的利益 當然最後他來問說 那What is the state? 國家到底是什麼? 國家還是希望能夠長久的執政 還是這樣子的一個政治的組織 然後為了他的一個執政 好 那所以呢 最後我們來用一個實際的例子 就是台灣的勞基法 好 然後今天 今天同學可能可以看到 今天可能在包括立法院 那今天可能在討論勞基法的修訂 包括在一立一休或者是週休二日 好 等等的 那資方 勞方都在那邊抗爭的 好 那這個我們以後會再跟同學們來談到 好 我們先來看看台灣的勞動基準法 好 那你知道像這樣子的勞動法 其實最主要是什麼 國家必須要來規範勞資雙方 要有什麼樣子的勞動的關係 各種的工資、公司、工作條件等等的 好 那我們的勞動基準法 在之前是我們的工廠法 然後1972年 當時我們的勞工立委謝神山 那他在立法院提出來 但是緊接著1973第一次石油危機 1978、1979第二次石油危機 那而且之後1980年代 是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 那當時包括勞工運動 那所以呢 尤其在當時有很多的 很多次的中美經貿諮商談判 這個我們以後會跟同學們來談到 要我們來開放市場等等的 還有一項非常重要 保障勞工權益 那你想 美國真的是要要求台灣 來保障勞工權益嗎? 並不是 真的是為了什麼? 他希望我們來提高工資 他認為我們壓力工資是 不保障勞工的權益 提高工資 做什麼呢? 因為當時1960年代、1970年代 台灣有非常多的東西外銷到美國 這是我們的外銷導向工業化時期 那你知道當時在美國 非常有名的MIT 這MIT可不是麻省理工學院 而不是Ma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而是什麼? Made in Taiwan 台灣做的東西在美國市場賣得非常好 跟美國如果是同樣的品質的話 美國當地生產如果是同樣品質的話 價格只有一半 那如果是價格一樣的話 那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品質還可以比美國當地生產的好 好 像當時 好 那台灣外銷的 像Don Jackie同學 美國人常常會在冬天的時候 因為像我在美國的費城 那有半年在下學 那夏天只有一個月 所以你需要那種血衣 那羽絨的血衣 而且他們的血衣很流行 是到膝蓋的那種長的 要不然真的是非常嫩 那像這樣子一件 在台灣生產 在美國賣400塊美金 那可是在美國當地生產的 絕對要兩倍的價格 那可是品質一樣好 那你想消費者會買誰的? 當然買MIT的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是在當時 台灣的產品在美國市場 銷售得非常好 當然現在幾十年後不一樣了 現在在美國生產的 在美國市場銷售的最好的 常常是什麼? Made in China 好 那很不一樣 所以這是當時的中貿智商談判 中美的經貿智商談判 然後美國要求台灣來保障老公的權益 就是要我們什麼 他認為台灣的東西在美國市場 這麼具有競爭力 是因為我們壓力工資 而可以用很低的價格在美國市場買 這是美國的想法 好 那這以後我們會跟同學們來談到 我們怎麼開放市場 在美國的壓力之下而開放的市場 好 那還有我們在1984 好 那立法院終於審議通過勞基法 那開始實施 好 那對於工資工時加班費 好 但是的各種的規定 但是當時勞資雙方都很不滿 都認為政府是偏袒對方 好 那沒有誰滿意 好 那而且在1990年代 我們會談到性自由主義 就是世界各國的來做開放市場 全球化的政策 經濟全球化 然後各國來解除管制 包括經濟自由化跟彈性勞動市場 彈性勞動市場 是我們下個禮拜會跟同學們來談到的 好 那所以整個知識經濟的一個發展 然後還有在1996有勞基法的第一次修正 就是要把服務業納入勞基法的適用範圍裡面 也就是不是只有製造業 最先只有製造業被納入勞基法 還有要實施一個四周彈性工時 這是一個很怎麼樣 你會認為是偏袒之方的 有利於之方的 所謂四周彈性工時是什麼 本來每天有一定的工作的時間 對不對 那如果譬如8個小時 如果超過8個小時 資方要勞方來上班 這就是什麼 加班 那加班是要付加班費的 加班費是比平常的薪資還高的 好 那現在是一倍半 可是之前是還更高的 那但是四周彈性工時是什麼 讓資方可以來彈性調配 勞方的工作的時間 所以像這樣子 本來8個小時再加2個小時 應該是加班費 但是在四周一個月的彈性工時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小時是什麼 成為你必須來工作的 不是你的加班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彈性工時 就可以讓資方怎麼樣 少付非常多的加班費 而且他可以在工作比較少的時候 就叫勞方說 好 那你今天只要工作6個小時 但是我工作多的時候 你是要來工作10個小時 甚至12個小時 但是這種狀況之下 資方都完全不用付加班費 勞工的薪資可能是固定的 譬如說一個月3萬塊 然後有一定的工時對不對 但是在工作少的時候 只要工作6個小時 但是工作多的時候 他會要求你工作10個小時 這樣子的意思 好嗎 好 那所以之後 事實上1997有亞洲金融危機 我們之後會提到 2000年出現了第一次 全球經濟同步不景氣 以前是經濟可能是在 可能是在亞洲或者是在歐美的不景氣 或地區性的不景氣 但是2000年 你可以看到是全球去到哪兒 都經濟不景氣 哇 這是滿慘的 然後2001年是網路經濟泡沫化 這下個禮拜我們會談到 整個科技的問題 網路經濟泡沫化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2001年我們勞基法的修正 當時企業可以實施8週 8週就有兩個月的彈性工時 或一年彈性工時 哇 這是超多的 一整年資方都可以來調配 調配在淡季旺季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可以利用彈性工時 而不用付加班費的 然後甚至在2003年 我們看到政府制定的一個叫做 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 你看他是來保護勞工 可是其實他是一個什麼 合理化資方來官場或歇業 然後你只要裡面來規定 你只要照這樣子的程序 來官場歇業就好了 你可以來大量解雇勞工的 這是對勞方是很不利的 那當然那裡面有罰則 他是規定說 你譬如在一個月前要解雇勞工 你必須來公告 然後才能解雇勞工 但是你知道資方常常不願意 一個月前來公告 為什麼呢 你問要還沒有付給你的薪水嗎 除了還沒有付給你的薪水之外呢 還有就是一個月的公告 你知道這一個月 勞方絕對什麼 抗爭是為有刑 對不對 好 所以資方都選擇 不公告 不提早公告 然後他被罰款可能罰多少 幾萬塊或幾十萬 但是資方會覺得很划算 因為我就可以順利把牢房 把這一群人 而且是大量解雇 譬如他解雇可能幾十人 甚至上百人都可能 好 那所以這是成為程序法 所以是非常有利於資方來彈性運用勞動力 他可以大量解雇勞工的 然後2005年 那實施了一個對勞工比較有利的 就是勞配性質 那勞工在不同工作場所工作的年資 是可以累計的成為一個可稀釋的帳戶 可是你知道以前 那你在一個工廠工作的年資 你到另外一個工作地點 又換了一家企業 你的年資是不能累計的 好 那所以這是 我們的勞基法以前規定 你必須在同一家企業工作滿25年 你才可以拿到退休金 但問題是台灣的中小企業 沒有哪一家可以延續活到25年 好 所以這是對勞房很不利的 而攜帶式帳戶是成為有利於勞房的 好 另外呢 我們也是下禮拜會跟同學們來談到 非典型就業的增加 很多的這些部分公司 或者Agency Temporary是勞動派遣 現在爭議非常大的 還有這種短期的契約 譬如三個月、六個月的契約 或者是自顧 我自己開個小型的工作室 那我跟幾個同學合伙大家做 那沒有僱用別人 這叫做自顧 那Ansourcing是外包制 好 那另外還有Job Sherry是說 一個工作 一個full-time的工作 現在很多企業會把它分成兩個、三個 然後每一個都是part-time的工作 然後呢 而且他說 來 你們三個就去做什麼 我們叫責任制 把這個事情做完了 好 那這個就是工作的分攤 有三個人來做原來一個full-time的人 所做的事 好 那所以這是我們談到 我們以後會談到2008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事情 好 那好 所以最後我們跟同學們做一個討論 那誰是台灣的統治階級呢? 這個looting class是誰呢? 第二個 我們上述提到的五個理論 哪個理論比較適合來分析台灣的政治權利 跟國家決策呢? 你覺得誰統治台灣? 誰擁有台灣的政治權利? 誰的權利最大? 哪些階級來影響國家的決策? 或者是說國家的決策 國家的政策是為哪些階級而著想? 為哪些人而著想呢? 為了誰的利益呢? 也可以不斷地給他們 那麼多人 就是在陸泥 那你擁有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